故事的主角是咱家小李,他是一个喜欢玩摄像机的大男孩,可是家庭条件并不好,小李的妈妈有重病,常年我闯在家,自己的爸爸因为家庭压力,脾气很暴躁,小李玩摄像机根本不敢让他爸爸知道,可是依然避免不了被虐待和暴打,这让小李很无助也很彷徨,可是依然每天利用摄像机来记录生活,第二天上学,他遭受到同学的欺负, 软弱的小李根本提不起反抗,为了让小李开心,他的两个伙伴小王和小黑,带着小李参加派对,派对结束在回家的路上,发现了一个地洞,三人好奇的进去探险,在里面发现一块巨大的水晶,看着闪闪发光的水晶,三人很是惊讶,小黑凑上去仔细观察,却没想到鼻子突然流血,三人也没当回事从地洞出去了, 可是第二天,小李突然发现自己出现异常,他可以用意念去控制物体,小王和小黑也拥有同样的能力,这种超能力让三个小伙伴激动又难以自制,好奇心的强烈趋势,有了超能力他们自然就要试验,三人建了一家超市去恶作剧,意念操控大部娃娃移动,把一个小姑娘吓得娃娃大叫, 控制物体去攻击正在挑选货物的小伙子,把超市弄得乱七八糟,随着能力使用次数越多,他们流的饼血也越多,像对用的能力也越来越厉害,可以用意念控制自己在天空飞翔,三个少年约定不要用超能力干坏事,可是小李的家庭条件让他从小就养成了自卑的性格, 如今有了这么强大的能力,性格开始鼓掌起来,在又一次遭受爸爸的殴打后,小李反抗了,很轻易的就把他爸爸推翻在地,从此以后小李的性格开始扭曲,特别注视开发自己的超能力,甚至不顾伙计小黑的劝解,依然我行我素,却没想到意外的造成了小黑的身亡,可是小李并没有悔改,这个时候小李的妈妈病重,为了拥有更多的钱给妈妈看病, 小李开始化妆成消防员去抢劫,一开始只抢劫下小混混,抢来的钱并没有多少,根本不够自己的妈妈看病友,不得已小李开始抢劫药店,或者别的实体店,再次抢劫加油站的时候,北京爱游站的老板拿着枪出来阻止,小李利用猛力把枪打到一边,却没想到引起加油站的爆炸,把自己也给炸进了医院,同时小李的爸爸也带来了恶号, 他妈妈去世了,小李的爸爸把这一切都怪罪给小李,又要伸手打他,这让小李愤怒了,他要报复社会,要报复所有的人,把自己的爸爸扔下楼,幸亏小王赶到救了下来,小王为了劝说小李跟他打了起来,但是小李太过强大,操控着汽车一辆一辆的扔向小王,逼得小王不得不思出多善,最后警察来了,不分抵我的打伤了小王,小李看到后, 开始完全的黑化,他要毁掉整个城市,小王在最后一刻为了阻止,不得不操控一座人像手中的长矛,射穿了小李,解救了这个城市,最后小王一个人去了南极,那是小李梦想的国度,影片就此结束,有句话说,能力越大,责任越大,可是环境也是影响人的性格很大的因素, 朋友们有什么想说的请评论一下,喜欢的请点击关注或者转发,感谢你们,我们下期再见